你知不知道跟你同向的那个长得很高很高的女生 不知道你想不想跟我 那人就是我 没 没什么 今年十六岁 身高一米八七点九六 上面空气怎么样 这裤子不错啊 大脚怪 怎么对我姐们说话的 Freda算了 亲爱的 你只需要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坚强一点 哦 我喜欢 就穿这件好了 您很完美 难不成你在幻想着有一天 某个个子比你高 聪明 善良的完美男生会突然走进来得了吧 好吧 我也过去 真的假的 不 我是说说玩的 天哪 人家才刚下飞机一个小时吧 他已经开始宣誓主权了 你目前觉得美国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我非常喜欢美国 将来有一天 你会抬头挺胸的跟大家说 我喜欢一米八七的自己 喂 嗨 我叫斯蒂克 新来的那个交换声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返校节舞会吗 好 好 当然可以 我是说 傻了吧 醒醒吧 你就是个大怪物 我只想告诉你其实这很正常 每次你想方设法让我感觉我是个正常人的时候 其实我更觉得自己像个怪物 我需要你帮我干嘛 我需要你帮我干嘛 老天 太好了 从你出生开始我就在等 我会帮你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 那我们就开工吧 为什么这个唇彩和唇蜜 会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你别这么紧张 看着像奶奶家的沙发 我觉得像一个美丽的人鱼公主 现在这样才像我 眼前的心交定 直面恐惧的交定 追求心中所想的交定 你知道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他了 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难打 你在撩我男朋友 我没有 你给我离他远点 我会的 你别老是顺着我说话 好的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想要改变的地方 你是我的康妹妹 就是我 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 是我们的处事方法 女生个子高 在别人眼里就只有身高了 在我眼里不是 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